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全球人口与资源有限之间的矛盾 亦让无数行业的供求错配变得更为严重 有监于此,我们将审视这次危机对旗下投资主题的影响 并预期会出现八项投资趋势 第一,在这次疫情中,医疗保健方面的供应可为重中之重 为了应对这次危机,人类迅速努力研发疫苗 各国一方面需要致力阻止疫情扩散及治疗患者 另一方面仍需继续应对人口及财政预算的挑战 可见这次疫情突显了医疗保健创新对社会的重要性 由于这个板块的企业需要依赖数据 运算能力和医疗知识来实现目标 科学和技术将会是关键 这亦是我们在这个领域的核心投资理念 除了将推动先进疗法 医学科技及保健服务外 我们相信相关发展亦将让数码化医疗保健迎来进一步突破 在这次危机中 远端医疗的价值已得到证明 由于各国已意识到流行病疫情为国家带来的威胁 未来在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势将有增无减 第二 因应环球经济遭受激烈的需求及供应冲击 製造商亦需进行创新 企业料将发展本地供应链 与现有的环球网络并价齐区 由于数据分析将会是理解及管理未来需求波动性和采购中断的重要渠道 相关投资将相当关键 第三 消费者运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资源适应液下生活的新面貌 虽然网上购物本来以日渐普及 但经历这次疫情后 适应较慢的人亦以意识到送货上门的好处 并加入在网上平台购买日用集货的行列 预料他们将在未来注册更多其他应用程式 同时 随着消费者变得更认真看待健康 并愿意付出更多时间及金钱运动 注重健康生活的观念只会不断加强 第四 疫情带来广泛的干扰 人们正在透过创新应对 举例 工作模式已因在家办公产生了变化 对于不少人而言 要拒办公将永远融入工作 对于能够辅助在家工作的企业 如软件供应商而言 他们的长远增长前景将受到支持 由于人们在实施封城禁令期间会透过网络进行社交活动 互动视讯平台的用户数目录得明显增长 这种通讯模式将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疫情亦有可能会加快其他趋势的增长 例如支付方式将持续从现金转向以电子交易 第五 疫情已加快了数项现有的城市土地使用趋势 以数据中心支持城市资讯科技基建设师的重要程度急增 同时 由于创新生物科技公司将就着身的首要卫生问题作出反应 现时的疫情应有利医疗研究业界未来的发展 此外 在家工作的长远增长将会让写字楼房地产行业面临更大的挑战 而近期网上购物急增 也再次证明了实体零售企业需要调整业务营运模式 以探索电子商务长期机遇的重要性 第六 在疫情下 企业逐渐意识到能透过减少商务旅行 松而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更多贡献 而各国政府了将确保财政措施与对抗气候变化的优先目标一致 几乎所有行业都将受到相关政策的影响 第七 由于各国仍在努力从化石燃料转向洁净能源 能源转型是一项政案计划进行的长远投资主题 各国料需为此在2050年前投资120万亿美元 而洁净能源发电 电力传输和配送 电力传储及能源效益这条价值面的各个环节中将可发挥到投资机会 第八 公平对待所有持份者的这种坚持可以套用到最广义的可持续发展之上 而疫情亦突显了企业与其持份者维持密切关系的重要性 包括同样受到疫情影响的雇员 供应商 客户 监管机构和股东 对于我们在可持续增长主题的投资理念而言 他们之间的关系可为重中之重 而他们之间合作无间 亦对我们能否成功度过这次危机而言相当重要 再见